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波罗上传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赛文奥特曼怪兽名剑系列 史上最大侵略这一套当中的两款 分别是最后登场的这个操纵这个旁盾的宇宙人 宇宙新人 还有一款呢就是旁盾 这两壳呢也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更新啊 因为之前一直说要把这个赛文名剑给大家做个完结啊 所以呢会一期更新两款给大家完结掉 整个史上最大侵略的这个盒子啊 保存的非常不错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峰会呢 就是这个赛文旁边是团跟赛文的对话 机械旁盾 机械旁盾 普通旁盾 以及这个今要介绍的这个 这个什么新人来着 反正我也不清楚了 然后他上面印着史上最大侵略篇章 我们现在直接打开 盒子设计的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 很应景啊 当时最后一话就是赛文向奥特之星飞去 今天带来这个 还有旁盾的一个更新 来查看 然后这个是包装 两个包装我都是有把它好好的保存了 然后这边 两个东西呢 一个地台 以及一个宇宙新人的一个主体 这边呢是一张纸片 纸片上印着第48话 第49话登场 这边是宇宙人 这一话的确是 看得我比较揪心啊 地台方面 史上最大侵略 整个地台就在山坡上了 然后这边有个绿色的一个土装 下面呢就是1967年远古制作公司 万代2004年Made in China的一个标志 整个地台呢 两个凹口 其他方面也没什么好看的 西化名剑 他做这个地台啊 都是挺有一手的 然后来看看这个新人 这款新人 你跟剧中那个也没有相差太多啊 他看到没有什么偷色 沙马特的一个造型啊 居然是紫头发 外星人那个时候就搞时尚了吗 身上的这个 就直接就像一个人 穿着一个衣服在身上的感觉 面相方面 没什么太多区别 但他身上这种 类似于做旧的一个土装啊 我感觉啊 这种做旧的这种土装 我们现在要把它进行一个安插 好